挑战彩妆贴纸完成一整个妆容 要我说咱懒人的钱那是真的好赚 买了这些美妆神奇 希望今天不要翻大车 先把这个最大的腮红贴贴上 看起来还真的是不错的样子 感觉很鲜嫩 咱就是给它火候贴上 很难评 就看看贴上其他是不是能够弥补一下 睫毛眼影一体贴是我最期待的了 我误了直言开整 妈爷这个竟然是还不错耶 意外的还有一点自然 就是有点太浓密 都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配款浓密款的下睫毛 一根平衡 蜘蛛精哪里淘 最后是这个纯贴 价格是真的不便宜 二价是一次性的 再加几块钱都可以买in to you 买都买了咱就试试看吧 我学的我现在可以直接保送精神科 放着口红不用我干嘛要用这种唇贴啊 裂开了 不是啊 这能说话都不可以 唇纹干得像是暗地啊 我的天哪 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啊 咱还是老老实实化妆吧 就这一套下来 能把懒人累死 费时费力 还费钱 这期视频不是懒人不要看 测评了全套懒人化妆神器 电动粉波 还有三个档位 我取个中间值吧 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厂家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筋膜枪之类的 他把我的脸抖得好痒啊 确实比较省事儿 但是我是敏感肌 过这个妆打出来真的蛮轻薄的 这玩意要500块钱 我觉得他值50万 还有450懒惰水 一张梅子 这个老网红啊 还有两层我选这个浅一点的棕色吧 What the 我猜到他会翻车 但没想到这么严重 变浅的 我只能这样小心翼翼的把它擦上来 好一点啊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笔影神器 据说是可以一笔画笔影的 我感觉我现在 不是一个见别懒人的东西 就是一个见别至上的东西 请允许我稍微抹匀一点 不然我想拍死自己 爱人眼影棒 别再耍我了 我这个懒人当不下去了 涂上之后把它给抹匀 也没有很雷吧 好像发现了一堆垃圾中的宝藏 不过肿眼泡千万别碰这个 磁吸假睫毛 先把睫毛给夹翘 然后刷上他自带的睫毛打底 夹咯 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本来有很多烦恼 但是戴上之后只有一个烦恼 就是我的睫毛会不会掉 而且对我来说太短了 我的眼睛在这儿 它只到了这儿 不过不刮实际 大方论应该是刮不走的 我怎么感觉还挺好看的呀 硬张眼线 是双头的哦 哇 它已经露尿了 是这种小三角形 比较粗的眼线 然后再用另一头修补衔接一下 哎 还不错哦 要是和我这种化浓妆的 那另一头看着挺粗其实也不细 被迫压逼了 家人们 懒人气垫腮红 这是让我最无语的一个东西 和普通腮红的区别就是 这个只要打开盖子 然后铺上脸 普通腮红呢 只要打开盖子 用刷子扎一下 然后铺上脸 真的有人这么懒吗 一百块耶 给买好几块国货腮红了 哼 懒人口红 我觉得这个和刚刚那个腮红是 同一个级别的懒人腮红用的东西 就像这样 而且你可能还要花更多心思 去处理口红边界 不知不觉都化完了 我就想一个问题 大家今天真的有被种草吗 这几个看起来像是我儿子小文具的东西 就都说自己是首残党的美妆神器 四合一的彩妆饼 看起来就像是小时候校门口卖的那种多彩饼 咱先试个色 除了高光以外 其他三个颜色显色度和流畅度都还不错 感觉上还是挺适合咱们这种懒人的 还有这个据说是可以防止画出高低眉的化眉神器 这个真的是什么眉型都有 这个 这个 这个还蛮适合我的 这个眼线眼影辅助贴的型号也是蛮多的 它这边是有四个眼影的款式和六个眼线的款式 刚好这三个可以搭配一起使用 咱直接开整 试试这个小挑眉 虽然一套辅助器十块钱都不到 但咱还是要认真对待 这个轮廓还不错 再把里面填充一下 效果就真的很不错 主要两边也很对称 这个眉型也很适合我这个短圆脸 眼影就选这个经典款 就按照它上面的图示贴在我的眼皮上 这个轮廓也太明显了 直接就是一个分界线 用韵染刷稍微韵一下 偶像也还行 还挺适合我这种左抛眼 新手用它来找眼影的定位位置还是可以的 但是熟练了之后就完全没有必要 带来试试看这个小猫眼线辅助片 有点东西 它这个小脚就刚好能精准对在下眼睫 画出来的眼线就很符合本身眼型走向 这个是真的可以拯救画眼线爱手抖的姐妹 挨住了 还有高光笔和唇线没试过 我的沉默震而欲聋 一点也不显色 而且还结块掉账 而且这个彩妆笔真的每一个颜色都好运 我这个眼线画上去再半个小时不到 已经变成这种样子 你就说说这有啥用 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就是这个眼线眼影图贴了 这个四合一彩妆笔嘛 红红贩卖童年情怀了 有着钱还入手买杯奶茶呢